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响说 阻挡这进步的地雷可是帮助敌军 但蓝颖也回响了 那总统府周围怎么不先布雷 让大家来看看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陈玉珍 大家好 资政媒体人董志生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员高嘉瑜 大家好 螺蛳粉怎么会在台湾的政坛 引发轩然大波呢 原来有绿营的名代发现 有一款陆制的螺蛳粉的包装上 竟然印有这么几个字 说你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那四舍五入一下 你就是我的人咯 这不就是一句撩妹的话而已吗 但是就有人拿出来痛批说 这是要做统战商品 而王美华部长马上表示说 这些大陆的螺蛳粉 不是走私就是虚报的 不管是实体通路还是电商 通通都要下架 而赖斯堡就批评了 因为民进党现在是不是悲公舍影呢 那一声令下 难道要开始意识形态审查了吗 那进这个又进那个 等到影响民众生计之后再来纾困 到底要为意识形态付出多少代价呢 如果真的是因为意识形态审查 而进螺蛳粉的话 如果包装有印 中国人字样就要下架的话 那过去蔡英文不是曾经说 我是中国人吗 那蔡英文要不要被下架呢 以后自称是中国人的 是不是通通都应该要抓起来呢 立文 民进党真的是一点民主素养都没有 为什么讲中国人 这三个字就要被下架呢 或者是违法呢 它到底法源基础是什么 它凭什么管人家这么多呢 而且呢 你想想看这个螺蛳粉 大陆做的螺蛳粉 它上面呢就有写了 你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四捨五入一下 你就是我的人 它其实就是好玩而已嘛 用来撩妹的嘛 其实是 就是怎么讲 年轻人好笑啦 结果呢 台湾居然觉得说 因为这样子 台湾就被统战了吗 台湾就被赤化了吗 台湾有这么的脆弱 这么的玻璃心吗 好 被质疑到的时候呢 王美花经济部长就说 大陆的螺蛳粉不是走私 就是虚报 换句话说 这已经在台湾卖了好几年了嘛 那你现在才发现啊 那吃完螺蛳粉呢 大家个个都变成中国人了吗 还是本来就是中国人呢 这简直是令人觉得非常的混乱 蔡英文总统 不要讲说他以前说他是中国人啊 连他选总统的时候 不是都说了吗 他当总统啊 台湾人不需要为自己的认同道歉吗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好 王美花就说 所有的实体通路跟电商要立刻下架 结果不具名的这个代理商的员工就说 哦有愿望啊 我都已经卖了一两年了 也都没有问题啊 结果现在政府居然说是走私 他觉得非常的委屈耶 我们是走私吗 好像不是耶 王美花你说怎样就怎样啊 你喜欢他的时候 看不见他就看不见 看得见他 你喜欢他 你讨厌他 都凭你一己之思 你的品位 你的意识形态 你哪位啊 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 民进党政府简直就是一个 法西斯的没水准政府嘛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 所以呢 网友是不是就炸锅了 哎 就说呢 中共居然想要用螺蛳粉来统战台湾啊 真的太原价 这也太简单了吧 用螺蛳粉就可以统战台湾 那何必买那么多武器呢 对不对 解放军可以解散啦 好 他说不过呢 要先说 自称中国人的蔡英文 你先下台 大家刚才看到画面啦 蔡英文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说 哎 也不过才十几年前的事情耶 他说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是念中国书长大的 受的就是中国式的教育 有讲错吗 没有讲错吧 啊 沾腔存村长就说了 哦 我们会吃几包螺蛳粉就被洗脑吗 也是太可笑了吧 网友就说你实在是太好笑了 这也不过就是包装上的一个冷笑话而已嘛 这样就可以成功的统战吗 台湾人民的智商有这么低吗 哦 那你蔡英文说你自己是中国人就没有事 有种的话你就直接停止 诶可话啦 本来就是啊 我也实在是很想问民进党啊 你还要让台湾人吞这个糖衣毒要吞多久啊 你执政都已经六年了 零非凡零九万都零几年啊 你们不是当时就是反ECFA上来的吗 那为什么到现在ECFA你们都不敢吭一声呢 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一个讲话自相矛盾的一个政府跟政党 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支持他 莫名其妙 现在呢 全台湾最想要当中国人的不就是苏贞昌了吗 为了捍卫他隔魁的位子 堂堂的行政院长啊 每天啊都把他念的中国书拿出来 班门弄斧啊 讲给大家听啊 他现在最想当的是中国的袁从焕啊 他就说啊 我就像袁从焕一样啊 所以袁从焕如果不死的话 清兵怎么入关呢 赖清德怎么入关呢 赖清德的清兵怎么入关呢 好了 除此之外 你想想看 2018年的时候 当时呢 苏贞昌也呛侯友谊啊 当时他就是用陆据 言喜攻略的台词 说心机这么多 方法这么坏 他就最爱用啊 还有呢 就在去年的副 这个三八节妇女节啊 说女人是平凡的 月朗信息是多少女人 用晨吹点燃了多少家庭 新的一天 把零零碎碎 缝补成美丽 哪里来的 也是陆剧啊 这也是陆剧的经典台词嘛 还有今年 更靠近啊 也不过就 一月初的时候 他还用泪斗音 宣传政经影片耶 不就全部里面 都是用大陆的用词吗 用大陆抖音的用语吗 所以啦 最爱用者就是苏贞昌啊 就管别人 别人不准用 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用啊 那这个赵浩康就说了 袁崇焕 还没有笨到拿扫把 来危机清兵啦 苏贞昌坚持抗中 然后呢 民进党克刚 也都要推去中化 结果呢 今天为了他自己的权威保护 卫战却引用 中国的典故跟文化 所以嘴巴说不要 身体很诚实啊 因为苏贞昌 也是从头到尾 一个念中国书 中国文化长大的人嘛 所以到今天呢 都70岁了 难怪全身上下都 散发着浓浓的中国味 想要躲 想要闪 想要骗 都骗不了 那到今天 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刻 拿出来帮自己的是什么 中国历史典故啊 不就是这样吗 不过其实这款 螺丝粉的外包装的 这个标语 看起来其实就是啊 好像过去陈其脉不是很爱玩撩妹梗吗 就是一个撩妹的梗嘛 但是看在民进党的眼里 怎么就好像是 这个叫统战商品吗 蓝音就痛批说 台湾人会因为吃几包螺丝粉 就被洗脑了吗 网友也大酸说 那拜妈祖啦 过新年是不是也是统战 难道要禁止吗 显然王美花啊 他不这么认为 他说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螺丝粉呢 是本来就没有允许进口的 所以才要积茶 不是因为这个标语的问题 也是因为这是走私啊 好啦 问题是这些螺丝粉呢 不是已经派来台湾好多年了吗 所以呢 是海关搞不清楚法令吗 怎么到现在爆出争议 才要来积茶呢 如果政府觉得这些食品 会统战台湾的话 那这个ECFA不就更厉害了 那是不是更大的统战框架呢 那我们如果不赶快离开ECFA 不就可以赶快一劳永逸的 把这个统战的管道 给通通都关掉吗 郁政委员 这个事情其实有几个面向 可以来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 经济部在这个昨天 大概前几天有这个报道说 这个螺丝粉有这种 上面有封面上 它的外包装上 有什么统战的字眼 所谓统战的字眼以后 然后开始大费奏章 大张其鼓的跨部会开始开会 讨论说这个应该要禁止 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我觉得对经济部来讲 国家应该有重要的事情 需要跨部会讨论的吧 而不是这个东西 国内的物价通膨 这些才是经济 还有各个产业 很多产业的发展 这个才是重点 竟然为了一个 所谓他们认为这个统战 然后就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奇怪了 政府施政有点乱了套 第二点就是说 食品能不能食用 应该它的重点是在于说 它的食安符不符合规范 就是说这个东西 包括各个单位 包括卫福各个单位 都应该去说 吃了这个东西 会不会造成申请上 不好的影响 或者它在标识上 有没有照规定 或者说它如果要申请进口 要怎么来做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而不是说 因为它上面印了一些 某些的字眼 然后你就去禁它 然后快马加边的人说 这个不行 那难道如果上面 印的都是我爱蔡英文 蔡英文万岁 然后就赶快全国大势的推销吗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民进党的 民进党有这么多人才 尤其我们这些国会的 我们这些行政员 这些部会首长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今天怎么会跟着一些 可能网路上一些 莫名其妙的网军 讲一些莫名 是是而非的事情 然后就开始大费作战 去禁止大家去吃螺丝粉 我有朋友 这个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有朋友是深绿的 他们非常的喜欢吃螺丝粉 难道真的 真的我前天 就开始进来我朋友说 他是深绿的 他说他非常喜欢吃这个 那难道政府觉得 吃了螺丝粉的人 如果非常的 原来支持民进党 那就是说会 因为吃了这几包螺丝粉 非常爱这个大陆的螺丝粉 然后就会变成说 变成从原来他的台独 台独倾向的主张 变成说 坚决要主张要统一中国 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这个看出我们政府在施政乱套 乱了套 然后第二点 没有把轻重缓急弄清楚 然后呢 也证明了 其实我们的执政党是没有信心的 我们中华民国这么民主的国家 有这么健全的政府体制 为了几包螺丝粉 弄了整个个部位 人养马翻 我觉得真的是可笑至极 所以那怎么说呢 那难道 我今天就说 那难道你说 中国这个统战什么 他说我什么 我是中国 你是中国什么 五四十五路什么 好那接着 现在后这个礼拜就农历新年 这个是中国年 中国新年 是不是我们不要过这个年 明天 这个礼拜怎么可以放假呢 这是中国人过的年 然后接着 下去什么 清明节 端午节 中秋节 这个都是中华文化 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过了呢 因为过了这一年以后 可能就会被统战 那还有不止这个 还有包括 那个字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中国字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 应该自创自己的文字 那我们说的话 是不是要开始改变 所以 我觉得矫枉过正 然后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一再的发生 执政党 我还是奉劝 那个部会 还是把重要的事情 把你比较多的心力 放在重要的事情上面 不要每天在那边 拦拦着抗中保台 什么这一类的 或者是 觉得说这个会统战 会影响 哇 自己包米粉 这是米粉吗 自己包米粉 就会影响人民的思想 我觉得是政府 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政府的官员脑袋有动 还是他们是用 他们是用头脑在吃东西吗 我搞不清楚 这个可笑至极啊 对 所以没有想到原来 螺蛇粉是最可怕的统战武器呀 包装上印有中国人的字样 哇 那就变成了统战食品了 好 那如果说是如此的话 那如果讲话特别爱引用大陆的历史典故 然后自称是中国人 那算不算也是一种统战呢 好 苏贞昌呢 先前就被质疑说 他的政策是撒币来救官位 结果苏贞昌竟然说 原重患不死清兵怎么入关呢 这不是不只是在政坛上引发了争议 不少的年轻人还特别去搜索一下 才终于听懂 原来苏贞昌是自比为原重患 是什么意思 问题是民党不是搞反中抗中去中 搞到年轻人现在连原重患都不认识 结果苏贞昌竟然还要来搞原重患 自比为原重患的梗 原重患是中国人 那不是自打嘴巴了吗 董哥怎么看 对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一个罗斯粉可以把我们中华民国搞成这样 真是好笑 我也不晓得经济部召集各单位来开会 是不是蹲在地下开会 因为现在都流行这样 总统级的开会是这样 那这些人的动作这么多是在干嘛 我告诉你都在保官位 因为都知道现在内阁要改组 内阁改组换一个新的行政院长来 有些人会被留任 看你爱不爱台是一个指标 所以现在每个人动作都很大 我前两天我不经意就翻那个 律师公会的手册 就翻到顾立雄 王美花他老公 国安会的秘书长 集贯自己填什么 中国江苏蓝通 那是中国人啊 我顾立雄是中国人 王美花呢 你是我的人啊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梗嘛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种笑一笑我们有时候觉得就算了 可是把它拿到国家的殿堂 然后大家来讨论 这个会被统战 那这个就非常严重了 会被统战 这是什么年代啊 现在有多少台湾人进入中国大陆 那吃了也都是中国大陆东西啊 大家刚刚看那个画面就知道 那就是一包我们这边的泡面嘛 就是一个泡面 然后你把这个煮熟了那东西拌进去 就这样吃而已啊 那这螺丝粉台湾到处都在卖啊 我讲到处都在卖是 卖纯粹螺丝粉的面 就像我们买泡面的牛肉面 是一种牛肉面 可是你外面到处有牛肉面店 它不是卖泡面 它的概念是一样 所以它就是一个方便面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我们把它当一回事来讨论 哇这个会被统战会被怎么样 那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官员现在是这种思维的话 那你根本不是对抗共产党的对手 你差太远了 你还在钻那些牛角尖 现在人家俄乌战争打仗 是已经靠什么样的模样了 是不是 是无人机飞来飞去 是导弹炸来炸去 你还在一包泡面 就可以把你给统战了 那我们其实看到这些 就是非常的悲哀 你怎么讲呢 我们有时候 看我们这些官员 像陈吉麦最喜欢用的 像极乐爱情 那不是大陆的吗 那苏贞昌 这男人太狠了 不是吗 大家都 都在不经意里面 会受到这些的影响 为什么 这表示两岸的交流很成功 这交流成功有什么不好 他画刚歌为一搏 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其实在台湾这次的选举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其实 过去民党讲 反装那一套 现在一般人已经不太买账了 他可以让他横冲直撞 包括去年 那个全年的那个 那个四大公投 他都可以用反装来打赢 可是这一次为什么不通 因为大家想通了 最后是逼很多人上战场嘛 听你们民党的话就这样 四天前啊 蔡英文到我们教廷的 驻中华民国的代表处 他一走进去 你知道他门上是写什么 那是谁 教廷驻中国大使馆 蔡英文在那里进去 驻中国大使馆 因为那个地方我常经过 他在和平 和平西 和平东路二段265项 我常从那里经过 那我知道他写那个 蔡英文是要去干嘛 说因为本土十六世过世嘛 一定要去 要去祭拜一下 表示调研一个之一嘛 那你为什么要走进去 教廷驻中国大使馆呢 可以 你可以看到嘛 因为我们很清楚 在两岸这种情况下 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的 这是很清楚 跟我们有邦调的人 都认为我们才是中国 这是一个现状嘛 那我们 不要说小时候啦 现在还有人在穿 中国墙的球鞋呢 对不对 外面有多少中国 本来就是这样 是你民进党一直撤退 一直自己弄不清楚 然后说 我们看他的新闻稿 大家写 蔡总统到教廷驻台代表处 不是啊 他上面英文 或者他的意大利文 都是写中国啊 CHA 好不好 那要不然你自己上网去看啊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节节败退 每天用那些统战的字眼 其实只是一个笑话 我有时候觉得 像我们官员这种思维 你怎么去跟人家打仗 你怎么去跟人家做一些统战 或者一些文化上的交锋 没有嘛 你的本事太差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